兼语句 各位同学,今天我是教育兼语句 要明白兼语句,我们才重温有关的句子的成分的知识 大家可以看看这句 老师教导学生 一般来说,一个句子的主要成分是由主语和韦语组成的 以上的句子主语和韦语分别是什么呢? 主语指韦语语语的对象,上句的主语是老师 韦语是指对主语的语语,上句的韦语是教导学生 我们再来一个方式,这句的韦语 用这句教导学生从组合的结构来说,它属于什么韦语呢? 没错了 就是动宾韦语 有动词教导,加上宾语学生所组成 大家可以参考中意有关的动宾韦语的教学短片 很多时,我们为了表达较为复杂的意思 会在上面的句子加长 例如,老师教导学生遵守校规 如上这个句子,我们已经知道主语是老师 宾语是学生 再翻新下去,学生又可以成为遵守校规的主语 总括来说,学生在句子之中,同时都是宾语和主语 这个成为兼语句 大家可以经过以上的讨论解释什么叫兼语句 就是一个句子之中,动词之后的宾语 同时有另一个动词前的主语 这个就是句子,我们称为兼语句 我们再看看其他例子的兼语句 端修鼓励我中,我是宾语 我又是另一个动词,做之前的主语 如果这样写的话,大家会不会清楚一点呢? 那如果我们继续做下一条 二,再快叫他起床中 他是宾语,他又是另一个动词的起之前的主语 就是这样 我们再看第三句 在他的激情史作品中的作品是宾语 作品又是另一个动词具有之前的主语 如果用颜色圈起来就是这样 如果这样,大家会不会比较清晰一点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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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